在过去整整一年的时间 猫头学院只出现了一位反面案例 那就是首位被诸如市面的猫三号楼 而今年才刚刚过了四分之一 猫头学院竟然连续发生了两起被诸如市面的猫 首先就是誓死干出注意别 推翻猫头学院的对人狠 就在昨天晚上我在野外又遇到了对人狠 对人狠还想冲出来干我 幸福我跑得快 另外一个就是为了自由 不惜拉在自己玩里面的无德小白猫 所以今年第一个季度的反面案例 竟然必须现整整一年增加了一倍 对猫头学院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助长了猫头学院的歪风血气 特别是领养不出去的泡麻布 泡麻布自从来到办公室之后 看到两起反猫头案例 一改在医院时的怪巧董事 处处忍事生非 或者常路过他又要过去拆一脚 非常的没有猫头 我告诉泡麻布 千万不要自保自弃 只要你依然保持有猫头 一定会有人领养你 泡麻布说 有猫头也不一定能领养出去 还不如没猫头被诸如市面来的自由快活 并且还反驳我说 你看看最近领养出去的这些猫 要么是反猫头联盟成员 半身不熟的栗子和张老师他们 要么就是以色尚为的美节操 没有一个是因为有猫头而领养出去的 休想在有猫头那一套 骗我乖乖听话 猫头学院此时此刻 正面临着重大的信任危机 我必须找几个因为有猫头而别领养出去的猫 做正面案例 重新树立猫头学院的学院文化 以正式听 于是我来到北京幸运土猫领养中心 做猫头案例收集 这里的猫果然有猫头 有一只看到我来 就主动过来迎接我 心想案里有了 没想到人家只是路过去旁边吃饭 听的是白欢喜一朝 不过这也很难得 要是三号楼这种看到过来得骂娘两声 而相比之下 这只嘉克就非常的有猫头 虽然被人气养过 据说救回来的时候 比这还瘦 就算是被伤害过 小嘉克依然愿意亲近点型的猫头代表 就是这个长相只见五官不见脸 所以就给它取名叫没有脸 林耀中心的负责人曾老师说 没有脸还不能上有猫头的典型代表 这几只才算 这只小白狮子猫 被生在了地压室里面 一共三只 曾被物业拿着扫把杆 剪得吓破了胆 现在的小白狮子猫 哪怕看到人吓得要死 依然是孤独勇气 相信人类 明显看得出它想容认人们的生活 努力做个有猫头的猫 小白狮子猫最喜欢的 就是让人拍它的屁股 只要拍它的屁股 它就很有安全感 所以就给它取名叫拍拍定 而这只则是大有来头 是在皇家园林圆明圆流浪的猫 可能有着高贵的血统 所以就给它取名叫有点黄 皇家园林的黄 有点黄刚来的时候 看上去特别雄 但它保持了克耻 虽然害怕依然让魔 算是初具猫的 第三只就是这只像没断的小猫 是突然出现在小区里面的 刚发现的时候只有500颗 非常的虚弱 现在已经长大了 它还是个斗鸡眼 所以就给它取名叫斗鸡眼 这小猫都凭借着高尚的猫的 领养人都排着队等着领养 领养中心平均每年 领养出去200多只猫 曾老师在救助领域 一干就是十几年 累计为5000多只小流浪找到了家 而且领养流程非常的专业 值得我们学习 全国像曾老师这样的救助人有很多 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救助者生命 正是有了它们流浪动物 才有了一丝温暖 而且领养中心最让我羡慕的 就是个猫咪的生活环境 专门为猫 设计了思统发展的猫爬架 对猫咪非常的友好 如果以后我有条件了 也想搞一个 参观完领养中心 收集到宝贵的猫得案例 回到办公室 我兴奋的给胖阿布上课 希望能改变他的思想 胖阿布不屑的告诉我 我没有人领养 不是因为没有猫得 而是因为长得丑 你看我长得像块胖阿布 再有猫得也没有人愿意领养 我思考了半天 竟然感觉胖阿布说的对 看来此次北京之行是白跑了